生命的成长是在于不断地跨越 愿跨越的人生成为你每天生活的动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刘头牧师 欢迎你收看跨越的人生 当我们人在面对未知的明天的时候 心中难免会充满了恐惧 这种恐惧常常存在我们的想象之中 我们人人有一种天然的本性 专门会往坏处想 越想就觉得越可怕 今天我们若想突破环境的捆索 而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跨越的话 我们就不但要有坚强的信念 我们更需要一种踏足明天的勇气 这种勇气不是一种对恐惧的无知 反而是一种专注力 以前曾经看过一部电影 内容是讲到一个在中古世纪的王国 有一个国王想替公主遭叙 我们就看到一边是公主 另一边是一群想夺得公主芳心的武士 中间却充满了各样致命的机关 有火盒、刀墙、飞锤 正当所有的武士在犹豫不前的时候 只有一位武士跨越重重难关 赢得公主的芳心 最后那位国王说了一句话 他说英雄与懦夫的分别不是在于恐惧 因为大家都会恐惧 英雄与懦夫的分别乃在于专注力 其他武士是专注在那些致命的机关上 而那位武士呢 他是专注在公主身上 这虽然只是电影的情节 但对我们却是很真实的提醒 今天当我们面对摆在我们前面 未知又艰难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专注的功课 对基督徒来讲 我们要专注在那位永不改变的神身上 他应许要与我们同在 永远不离开 所以勇敢地踏足明天吧 因为明天是在神的手中 愿上帝祝福你